Ready 魔獸世界2009全球爭霸戰 決戰DOS Paraguan 所有的魔獸迷們紛紛趕到現場 參與這一年度的重大賽事 並為自己所擁護的選手們加油打氣 自三月以來遊戲內的初賽至五月份的決賽 現場已經聚集來自魔獸世界最精英的16場戰隊 共同爭取台灣區代表隊的初賽資格 為台灣拿下世界的榮耀 電軍決定賽是由OPASS對上去年的冠軍隊伍ROC ROC在本次賽事當中也出乎意料的大爆冷門 在第一輪賽事中就慘遭淘汰 而就在ROC準備爭奪敗復冠軍的路上 又面臨第一輪賽事的對手OPASS主黨在前 沒有扣打動作 但是勝出力還是很不好意思 恭喜OPASS在第四回合的時候再次的獲得了勝利 在今天的賽事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有哪一場打起來是比較不順手 不容易或是出目的意料的 第一場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我會輸 季軍決定賽部分是由NGT對上了DKP 這場DKP整體的控場與走位的表現都相當的可圈可點 整場比賽也由DKP迅速的拿下三場勝利而提前結束比賽 同時也鞏固了勝部冠軍的寶座準備進行決賽 恭喜DKP獲得了第三回合的勝利 以三連勝的姿態才會勝負的冠軍 因為都有機會輸 但是其實打著一把目的說話 因為節奏太快所以比較緊張 在敗部冠軍賽的部分 由OPASS對上了NGT這支實力堅強的隊伍 同樣是敗給DKP的兩強 將在此爭奪向DKP復仇的機會 這場賽事雙方選手的實力相當的接近 最後由OPASS以3比2顯勝NGT 終在這一場 恭喜OPASS獲得了敗部冠軍的優勝 其實我們是看職業在打的 其實跟誰在打沒有什麼關係 決賽部分是由DKP對上了OPASS 一上場後OPASS立即發動猛烈的攻擊 彷彿在為當初被打到掰鋪的部分一血前齒 造成現場的選手們一陣驚嘆 也讓OPASS先取得三場勝利 取得爭奪冠軍的資格 那就在雙方曾經各位一勝一敗的延長賽當中 DKP針對上一場的比賽狀況 適當的調整隊伍戰術 成功的阻止OPASS上演王子復仇系的計碼 確定成為台灣區冠軍隊伍 現場的朋友請用最熱烈的掌聲 恭喜DKP成為台灣地區中科軍 在經過一整天的賽事結束之後 2009魔獸世界全球爭霸戰的 台灣區代表隊資格 確定由DKP以及OPASS獲得 而這兩隊也將出現在 魔獸世界七月份的高手杯活動 迎接所有台灣區選手的挑戰 參加高手杯的選手們 不但有機會帶走月卡 還有機會獲得高額的活動獎金